Hello大家好,小狼哥 我的朋友开了一个饭店 说想要我给他打个广告 我们本地的粉丝很少很少的 他让我给他打广告 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想想小伙伴肯定不知道我在哪吧 我就不说 如果本地的能看到 觉得好吃呢就去 觉得不好吃呢 就不去 有这样打广告的吗 他的饭店是做的丫头 也是很多小伙伴想看小狼哥吃丫头的 对吧 你看这个素材就来了吧 小狼哥不是那种喜欢占人便宜的人 真的 从来就不是 我让他给我准备了100个丫头 吃头狂魔 谁 他小辣 嗯 还挺有材 我来画一个我自己的自画像 这就是我的自画像 真像 老板好 丫头准备好了吗 丫头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多少个 100个 不够 不够 二百个 二百个 这个老板还挺有意思啊 挺有童趣 小杠子 这小碟子 还有这个小胡 期待已久的丫头来了 看起来 看起来 看似乎是很过瘾 小龙哥我是不是不要脸 然后 虽然他做了这么多 这个起码有200多 我朋友还给我准备了一个这个菜 这是干啥的 你们可以给他取个名字 这叫什么呀 我觉得这道菜一点都不好 刚才有一个美女偷飞我 现在是我一个人独暑的时间 我先吃饱 等会儿的再让他们进来 今天早饭没吃 正好中午就过来了 有点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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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吃最后一个 好吧 有点辣 你们选到这个菜的面团吗 里面是酥巴蛋 他就咋了 你说他找我打网告 是不是看错人了 本地很少有人知道了 你们也不可能天里条条来这吃鸭伯伴 嗯 我主要是来偏饭吃的 嗯 我主要是来偏饭吃的 我也好吃 会多一个外套 弄饭 还得了 这个脑子特别好吃 有二百只鸭 你们想想一下 二百只鸭 从镜头前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不行了我叫他们进来吃 我确实还可以 但是我不能夸他 他说要挑战五十个鸭头 嗯 第几个了 第九个 哎呀这不赖 这不赖 老板自己夸自己的鸭头不赖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都为你们哭了 你刚才拿小子才四十多 一看见他就烂了 妈妈我饿了 不然看他就烂了一点 不然反了一点 妈妈我没吃过这么大的东西啊